电机左上角关注,阅读更轻松哦,夏天到了,火龙果也开始放上大家的餐桌,火龙果不仅味道香甜,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它基于水果,花蕾,蔬菜,医药有点于一身,不但营养丰富,功能独特,很少有病虫害,几乎不使用任何农药,都可以正常生长。 因此,火龙果是一种绿色,环保果品,和具有必定疗效的保健养分食品,值得注意的是火龙果的果肉几乎不含果糖和蔗糖,糖粉以葡萄糖为主,这种天然葡萄糖,容易吸收,适合运动后食用。 在吃火龙果时,可以用小刀刮下那层的紫色果皮,它们可以生吃,也可以凉拌或者像霸王花一样放入汤里。 火龙果的功效以火龙果的肉性偏凉,具有保护嗓子、止咳、脆肺、通便的功效。 便秘的人经常吃火龙果,能起到通便的作用,而且经常吃火龙果,也能有效预防便秘的出现。 这是因为火龙果内含出纤维,能促进肠道的蠕动。 二、火龙果能降低体内胆固醇的含量,能帮助血液的流通,对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帮助。 三、火龙果对一些常见的肿瘤,比如结肠癌等等,能起到抑制肿瘤生长,提高集体免疫力的作用。 四、火龙果具有解毒的功效,对一些炎症,比如因为上火。 而出现嘴角发炎等病症,具有明显的改善功效。 火龙果食用剑剂,食用剑剂,火龙果不宜与牛奶同时。 糖尿病人,女性体质虚伦者,脸色苍白,四肢乏力,经常腹泻等症状的寒性体质者不宜多时。 女性在月经期间,也不宜食用火龙果。 感谢大家的阅读,欢迎大家点击右上角关注,每天都有最新的健康养生小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